好 來看到 那接下來的民共交流 在這次明天張志君 跟這個陳菊見面 會是一個新的什麼樣的高峰 應該怎麼解讀 我請教這個沈大佬 重點是台獨這兩個字 是重要的關鍵關卡嗎 這個其實也可以不是 也可以是 所以民進黨這邊有人很在意 你不能動他 也不能封他 也不能廢他 對不對 那老共也用這個指標 來看民進黨的態度 我覺得這個是有一點傻啦 我舉個例子 比如說國民黨的總理遺囑 那好長 我從小長大 我們都要向國父鞠躬 那國父下面的下面的 余智力國民國民反四十年 所以我現在一天到晚都講說 余智力國民國民反六十年 我還比孫子山多了二十年 但是那個遺囑擺在那邊 要不要念 以前都念的 後來就不念了 後來就把它拿開了 但是有沒有說公開宣布說 國父遺囑要廢掉 沒有 所以大家就要看開一點 那我倒是覺得老共不來這裡 一來一定要帶禮物 我剛才講的男女關係嘛 有哪個男人敢去見他女朋友 兩手空空的 總之有禮物啊 禮物裡頭的東西 跟他外面的外表的包裝 是不是成比例 那我們外人不知道 不過我要回到講說 民進黨的態度 你學運是真的是反中 然後反自由主義 新自由主義 那你所長 地方所長比較務實 因為地方事務總要務實一點 那黨中央剛剛好夾在中間 你看 蔡英文跟這些學運的人 是有很親密的關係 而且他也要安心 回答這些公民團體的訴求 要不然他2016難選 但是另外一方面 地方首長的態度又跟他不一樣 所以黨中央就夾在中間 所以民進黨就好像一個光譜一樣 又從這裡到那裡啊 什麼都有 各色雜陳 你看我們台灣的可憐 台灣的矛盾 光是一個民進黨 都自己都搞不定 但是他搞不定 但是對外講起來 預告解決還是很強硬啊 對 民進黨對外還是很強硬 哦 你不應該怎麼樣 你要尊重我們2300萬人怎麼樣 對 尊重2300萬人 這是全黨台灣人的一個 共同的意志啦 只是民進黨他在 他的這種訴求上面 會比較凸顯他的 這個意識形態的立場 其實這一次裡面 張志軍來到台灣 大概最大的輸家 應該就是 省委員所說的 黨中央 而黨中央的唯一代表性人物 就是蔡英文 一方面學運的這些領袖們 要跟他划清界線 他們都已經跑到那個 這個深綠的那個 光譜那邊去了 然後這個 陳菊啊 賴清德 很明確的是要跟他不同道路 所以現在 張志軍走了之後 困難的 是蔡英文啊 我還不白說 我還不白說 是不是來救國民黨的選情 有答的 可能有這樣的效果嗎 沒有這個效果 沒有這個效果 不過我相信 我相信 至少他不會 他就自己 事實上張志軍也救了自己 兩個關係 還是要回到正會 我相信對外很聰明 那個台灣 民進黨的那個 台獨黨黨動不動 就像他們飛彈撤不撤一樣 撤了還可以拉回來